太阳日缅程温度高达数十万摄氏度 可即便如此NASA的帕克太阳探测器 却依然穿行期间伸出四根触手探出一个圣杯 从太阳的眼皮底下耗走羊毛 韧性的不要不要的 它就真的不怕被融化吗 它是怎么做到没有被融化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讲一个比较反常识的知识 那就是高温并不总是能够把物体加热的 温度和热量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物理量 温度测量的是粒子运动的剧烈程度 粒子运动的越剧烈呢温度就越高 粒子运动的越安静温度则越低直到绝对零度 而热量测量的是运动粒子所能够传递出来的总的能量的多少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一颗高速粒子和一亿颗运动速度和前者相同的高速粒子 温度是一样的 但是当它们和别的物体发生碰撞时 传递出去的总的能量呢是不一样的 前者只能传递出一份 而后者呢能够传递出一亿份 所以得到的热量就是前者的一亿倍 在太空当中啊 粒子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移动 所以温度可能高达数千度 但是太空太空真的太空嘛 粒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无法传递太多的能量出去 对物体的实际加热效果呢其实是很有限的 这种情况呢正好就是帕克太阳探测器 在它飞过的日面层里面所遇到的了 那里太阳虽然以极高的温度 向外抛出了粒子 但是这些粒子的密度却很低 实际打在帕克身上的也就更少了 较少的相互作用就带来了较小的热量传递 小到能够让帕克足以撑过 与太阳的亲密接触了 这有点像是把手放进温度200度的烤箱 和温度100度的开水里面的区别 前则你接触的是空气分子 后则你接触的是密度要大得多的水分子 虽然温度低了一半 但显然能够撑的时间却更短了 好了那这么说起来 是不是谁都可以肆无忌惮的跑到日面层里面去撒野呢 当然不是啊 即便这里的加热效果再差 但是到达个上千摄氏度还是很轻松的 为了承受这样的热量 特殊的隔热措施依然必不可少 你看帕克头顶上那块光滑的圆角矩形大板子 就是它的隔热罩了 剩下几乎所有的仪器设备呢 都完全躲在了它的阴影里面 由于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碳碳复合材料 这块直径2.4米厚115毫米的板子 前后两面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啊 冲着太阳的那一面可以被加热到大约1400摄氏度 所以除了表面的碳板以外呢 还覆盖上了一层非常薄的既能反光又能散热的陶瓷涂层了 实际上呢 它们不是一层也并不光滑 而是好多层多孔粗糙的颗粒状涂层了 为什么要多孔还要粗糙呢 反光的时候不该是平滑连续的才好吗 的确啊 通常是这样的 但考虑到帕克所面临的极端温度 光滑涂层在这里会像玻璃窗户被石头击中那样容易碎掉 而使用多孔材料时即便裂纹出现也会在碰到孔隙时被阻断 使涂层的完整性得以保护 另外交错排列的几层也能让光线在幸运的穿过第一层孔隙后 极大概率被后面一层兜着 无法再继续的深入了 于是来到了隔日照的背面温度就只有30摄氏度了 作为正常电器的工作温度而言可以说是相当舒适 而且在帕克身上还分布了好几个非常敏感的温度传感器 一旦姿势不对漏掉了一点阳光下来 那些探测机就会马上知晓 随即启动刺控发动机把自己的头顶重新对准太阳 是一点最都舍不得让身后的小伙伴们承受啊 可是有些小伙伴是天生就没有想服的命的 比如这个专门用来测量太阳风里面的离子和电子流量 以及流动角度的叫做法拉第杯的仪器了 既然它就是用来兜住太阳粒子的灾 就只能伸出去才能抖得到嘛 这个很好理解啊 所以扛热量的事呢就只能靠它自己了 好在啊这个设备足够简单 本质上就是一个带电的网而已 所以只要用够耐热的材料来打造它就可以了 结果杯子本身用的是一种耐热 打到了2300摄氏度的木合金制成的 而里面它这粒子的带电网格呢 则用的是连激光都不好加工的污 好了还有没有漏掉的 哎有的啊 既然它要带电就得要给它供电啊 供电就得靠电线 但是电线 塑料皮里面裹个铜心不早就化了吗 所以这个设备里面呢 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东西了 电缆 你猜科学家最终用了啥 蓝宝石 他们用蓝宝石水晶管来作为电线的绝缘层 而电线本身也换成了极其耐热的倪合金 另外 这伸出隔热灶的四根天线也是用尼合金制成的 他们的目的是测量太阳的磁场 哎 还有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设备就是太阳能板了 它需要为整个探测器供电 但是帕克所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能随着位置的不同是很不一样的 它围绕着太阳以一个较为狭长的椭圆轨道运行 在远离太阳的那端呢 它需要将两个太阳能板完全伸出 才能够产生足够的电能 而到了靠近太阳的那一端 为了避免被烧掉 它的绝大部分都会缩在隔热灶的阴影里面 只留下尖端的一点点面积就可以了 但是啊 即便只留了这么一点在外面 也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行 用什么散热呢 你又很难相信啊 科学家竟然用的是水 对了 大约3.7升的水 因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化学智能剂 但是帕克号电池板 暴露的温度范围区间之广呢 也只有水能够吼得住了 它在加压后 能在0到125摄氏度之间始终保持液态 于是就能够源源不断的 将太阳能板的热量带出去 在这里 位于隔热灶下方的两片巨大散热片上 辐射到太空当中去了 就这样 在一个人类从来不曾想象过的 如此近的地方 帕克摸到了太阳 也把全新的数据不断的传回地球 让我们的认知向外延展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